为什么村里的李正会如此决绝地跳崖 事情还要从几分钟前说起 魏杨发现县令一直偷偷救济黑铃沟 结果发现黑铃沟的村民们聚众喝酒 完全不干活就等着救济粮 这还得了魏杨立马问责李正 禀报商君 他就是老李正黑铃 你手开恶心 常年聚酒聚赌 浩尽村民粮食 荒芜千亩粮田 关府镇级之后 欲加懒惰 带着全村吃官粮 大人 大人 黑铃沟的儿子死了 出世了呀 黑毛没死在战场 死在练兵场了 原来李正唯一的儿子死了 还不是死在战场上的 别说爵位了 连尸手都没了 所以李正才会如此堕落 颓废 本民们希望魏杨能看在 李正可怜的份上 对他网开一面 魏杨从来都是支持法不容情 赢钱他都不留情 更何况只是个李正 李正夫人受不了打击 昏死过去 李正万念俱灰 他已经没有什么能再失去的了 所以才有了开头他跳崖自尽的荧幕 当初不停花赞变法的李正 却也因为变法而死 有点讽刺 这时 郡守也赶到这里 魏杨反问郡守该如何处置县令 郡守毫不留情地定下死罪 魏杨酷吏 快走 走 秦法荒诞 魏杨酷吏 随后 魏杨又罚了郡守一年的凤 让他兼职县令一年 又派了一百名假侍 留在黑林沟 监督村民们耕种 另一边 徐良还在因为 魏杨想隐退的事而忧心 正好 警监前来拜见徐良 徐良顺势问警监 魏杨是否有没能了断的大事 商君当年在安邑 有一个未婚妻子 正要成婚之际 这位白姑娘 在商君大婚之前 悄然离开岳阳 后来 生下义子 至今仍然在小山独居 那商君知道白姑娘 生子独居吗 大约一开始就知道